由 Facebook 推出的閱讀 App Paper 剛剛已經在美國 App Store 上架了 現在來簡單試玩一下 開啟 分為上下兩欄 上面這欄是你個人的選區 像上面有四個白點表示有四個選區 第一個是我個人的 Facebook 第二個選區是我訂閱的頭條 上面有寫 F9 你滑動到下一個選區下方也會跟著改變 如果你想要自訂自己的選區的話 就要由上往下滑 進入編輯選區 就可以了 內建有很多選區可以選擇 把自己喜歡的選區由下往上拉就可以 不想要的選區你可以由上往下拉下來 像我現在第一個是個人的 Facebook 頭條 可愛還有星球 編輯完點 右上角的當 如果像現在第二個選區 Headline 你看到想閱讀的新聞 只要點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你可以左右 移動 看照片 如果想要 要到下一個故事的話 你可以 往左滑就可以了 如果想要回到上一層 由上往下滑即可 再由上往下滑 就可以回到設定頁面 你個人 也可以到個人的塗鴉牆 上面一樣可以有 Facebook 的基本功能 像朋友 私訊和通知 都是一樣可以使用 你也可以在裡面發表訊息 你也可以在裡面發表訊息 只要點這個就可以了 創建訊息 你一樣可以跟正常的一樣 發照片 然後分享到你的個人的 FB 再會進去 小白的情況 再會進去 explains 小白的情況 如果剛才要在南岸和南岸和南岸 你倒下到哪一層 你不必須 我可以看到